怎麼辦這次不能美美爬山了 才剛開爬半小時就鮑魚咧 我以為這件外套有防水 是不是只是防潑水 所以我剛才越穿越重就覺得 天啊 我找到一半才想到說 這可能不是人意 所以我裡面就全吃 我現在就是像 洗澡的感覺 超誇張的 嗨 大家好 我是Ari Ma 沒錯 今天又要來爬山 今天要爬松羅湖 我們七點半在原山集合 然後實在是太塞了 我覺得來宜蘭每次怎樣都會塞車耶 現在是9點44 我們在松羅湖下面 就是後面有一個7這邊集合 然後我們要打包分工量 今天的話團超大 因為之前我們最多只有八九個人上山 今天有十七個人一起上山 所以今天就是非常的龐大 覺得還沒有爬山可能就是會跌離 你看我們今天人超多的 還有台車 迷路中還沒抵達 打包前一定要兩十里 十一點二七 我十一點二七也是很重啊 還好囉 走在那邊 還好 真的還好 來 看一下 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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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說還沒加工量就二十六了 可是他老神在在耶 超猛 XX 沿路都是車耶 超多超多車 現在十一點終於到了登山口 我們剛才停車前就是經歷了重重困難 發生了大花事件之類的 來登山人真的超級的多 我們十一點開爬網路上說大概要五六個小時才可以到山上 所以我們今天可能五六點才會到耶 到那邊可能就已經天黑了 不知道會不會很難爬 今天也是第一次爬 大家都說鬆螺服建議穿雨鞋 可是因為我們臨時買不到雨鞋 所以我們先去買這種比較便宜的鞋套 這好像不到兩百塊吧 機車組也可以用的那一種 會有材質比較好的一點 材質比較好那一點可能要等兩個禮拜來不及 所以我們就先買這種便宜的擋著 如果你是登山鞋派的話就建議去買這種鞋套 建議買橡膠的會比較直滑 這看起來感覺好像穿幾隻就會破掉 首先先來介紹我家我今天的穿單 我今天租了一個46公升的背包 看到那個黃色杯子超可愛 是我新買的 大家都買snow pit 那我不想要一樣我就買黃色 大家都說鬆螺服的話一定要穿雨鞋 但是我不想要 然後我今天穿的是新的鞋子 然後它是一個日本的品牌 然後它比較平價CP值高4000多而已 我今天帶的登山帳很特別它是折疊的 所以它收納比較輕輕 你看它可以這樣 真的很方便 是Lakey的牌子喔 你看就是這樣 來松羅一定要就是帶登山帳會比較省力一點 這邊就是登山口 然後從登山口走到松羅湖會有一個水龍頭 這邊是中間的休息地 那我們現在11點起登出發 因為我要記錄所以我又是最後電底了 這是一開始的路 微微的濕濕 有石頭還算好走 可是好熱 已經爆汗 第一看 喔要有一個 辣泥巴 現在走到一半忽然下雨了 然後我們在樹林當中 欸 雨走到了 怎麼辦這次不能每每爬山了 才剛開爬半小時就爆魚咧 可以看到我現在很狼狽了吧 我們剛才走到一半忽然下雨 然後全說要穿雨衣 但是因為我怕很熱 所以有點不想穿雨衣 我們等一下會用這個套 重要的行李找住 因為裡面會有相機啊 之類的 這個比較重要 結果穿好雨衣 雨就變小了 我都很呆 大家屬於不穿雨衣拍 因為穿雨衣會太熱 對 很悶 我狼狽又是來最狼狽的一次 而且超髒的 網路上的券不聽你看 整個爛掉 然後如果有買這種鞋套的話 真的是一上山就要套起來 因為我剛才想說山下大太陽 山上應該不會有爛泥 結果殊枝 超淒慘的 連這邊也是 穿雨衣鞋就非常的棒 隨便踩都可以 你們聰明穿雨衣鞋 我現在真的很煩惱 因為我很煩 就是我的鞋子這邊已經髒了 然後我等一下要怎麼上車 然後我上山 就是到營地要怎麼樣 整理我這些爛泥巴 我現在覺得很苦惱 然後爬到現在的話 我覺得是不會累 現在是一個多小時啦 我覺得不會很累 只是那爛泥巴 讓我很頭痛 大家一定要穿雨鞋 綁鞋套好不好 聽網路上的大家 不要像我一樣 我就買了鞋套 然後不信閒死不肯套 所以我希望你會唱這首 一夜晚 跟你的 ripped-up jeans 和你的高屁股 和你的高屁股 上 希望你會想像我 在我家 和我的家 和我的新鞋 和我的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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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想找我 寫一個訊息 說我希望你會唱這首 一夜晚 跟你的 ripped-up jeans 和你的高屁股 和你的高屁股 叫個ressed… 喝一口 辣絲 愛 有… 我們休息了十分鐘 準備出發 聽說現在山上300個人吧 很多帳篷 所以我們要趕快上去了 現在是1點左右 然後從剛剛山下到這邊水龍頭營地的話 大概是2.8公里我們爬了 我們爬了快兩個小時 一路上我其實都覺得不會很累 我覺得應該是我運動的關係吧 所以不會很累 但聽說那一段根本就不累 然後是這邊上去才是有點盤岩 等一下我會盡我所能路給大家看 因為剛剛一路太狼狽了 其實沒有路太多的 路況給大家看 等一下上去的話我會接近鎖人 就給大家看好嗎 She started hating I've been waking up too early Imiss糕 kabboxing I crazy hazes in the middle of a night Watch the stars from different places I miss the addresses and we call my mam 三十二公斤的隊長 隊長 我可以感冒喔 就出來老闆 真的假的 好想回家喔 這個雨 還是要吹雨傘啊 這真的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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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想回家喔 來了 還是上一下 下雨了 看得出來雨很大嗎 黑包沒有防水袋 就用那個雨衣 稍微擋下 不想拿雨衣出來 就用那個防水外套 好狼狽喔 超想回家 第一次笑成這麼想回家 好想回家 想回家 好想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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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雨又開始下 你看我超濕的 我以為這間外套有防水 數不知只是防潑水 所以我剛才越穿越重 就覺得天啊 我找到一半才想到說 這可能不是雨衣 可能不是雨衣 可能不是雨衣 所以我裡面就全濕 重點是我有多帶衣服 可是我把衣服放在車上 不知道我今天在車上會不會冷死 我現在就是像 洗澡的感覺 超誇張的 我剛剛沒有說過這個 不是雨衣 然後我的帽子裡面有防水 所以我就是在大雨中走 我覺得我現在身體超臭 好餓 超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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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傳說中最後的陡坡 希望這段上去就是 因為有山友跟我們說 這段下去就是 到了 好 好 好 看到遠方的帳篷了 一堆橘橘的 短短的三四百公尺 好遠好久 太感動了 再歷經六個小時 終於抵達了松羅湖 目測有三百多個人 超感動的 六個小時